哈喽大家好,我是家宝妈妈 今天我们来做鸡蛋饼 中筋面粉100克,加入玉米淀粉8克 边搅拌加入凉水290毫升 搅拌成一个非常稀的面糊糊 再打入两个鸡蛋和少量的咸盐 继续搅拌 先用水搅拌成面糊糊,然后再打入鸡蛋继续搅拌 就不容易形成面疙瘩了 我们这个面糊糊搅拌得非常的光滑 然后切几颗韭菜备用 锅加热,锅中倒入一点点油,油不宜过多 用刷的刷均匀 然后倒入锅中一勺的面糊糊 轻轻的转锅底,薄薄的弹一层 带它的底部筋住了之后,我们轻轻的晃动锅底 就可以翻面了 这个面糊比较稀,所以这个饼呢 也特别的柔软,我们翻饼的时候要轻轻的去翻 翻两下这个饼就熟了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是纯鸡蛋饼 没有加入任何的蔬菜 我们做第二种 锅中刷油 倒入一勺面糊糊 转圈,把面糊糊转匀 然后马上撒入一点点切碎的韭菜 带这个饼和锅底可以分离 我们就给它翻面 带它鼓起泡 然后这个饼就好了 这是直接把韭菜撒到这个饼皮上 我们捞着的饼 第三种就是直接把切碎的韭菜 放进面糊糊里,拌匀,摊饼 这三种方式摊出来的鸡蛋饼呢 味道稍稍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都非常的好吃 加入韭菜的呢 就是还散发着浓浓的鸡蛋味以外 还有带一点韭菜的香味 早晨起来几分钟 就把全家人的早餐做好了 非常的简单容易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会有更多精彩视频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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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